那我这个是pnp的开关 因为我这边没有npn的开关 所以接线的话 pnp的那个pnp的接近开关的话 中色线还是接那个n424伏 然后黑色线还是接n2 然后蓝色线接 n1接地线 然后你两个副位的相当于加个开关 就是n3和n4加个开关 你要把控制器里面 长按功能和向上箭头 把控制器里面的那个就是这个符号 就是调np和pnp开关的 你把它调成pnp状态 好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技术状态 就是短接一下 相当于给一个开关信号 短接一下n3和n4 进入技术状态 假如说我现在要 按一下功能键 这是我设定的 比如说我记三个是 三个之后 它停止 我设定一下 我现在记 记 记多点 记个15个 好 已经设定好 记15个 好 现在我们开始开始记住啊 感谢我 对对对 你接我的联系方式啊 因为你现在你先好15个 当记了15个的时候 控制器就停机了 这个时候你想重新记的话 就只需要把这个n3和n4再断开 相当于你没开关再按一下 好 又开始 又开始重新了 重新那个了 就是 好 你如果再想记 再重新记的话 就再给它按一下 又开始进入技术状态 又开始记 建立开关给它信号 好 就可以了 假如说是npn的开关的话 你就 大家不是短接n3和n4的 而且是短接n1和n3 然后接近开关的接法是一样的啊 可以